公广集团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金融法规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节目 今天要来讲金融法规 首先要来介绍参与讲解的教授 在我右手方的这位是余教授 杜教授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主要探讨 这个塑信对象与业务的范围 第二是各种银行办理塑信业务之限制 第三是银行之风险管理等 首先我们要探讨的是 银行法对于商业银行办理塑信业务有哪些限制 我们请余教授帮我们说明一下 好各位同学商业银行一般来讲它有四个限制 我们来看一下哦 第一个对受信期限的一个限制 商业银行只能办理短中期的放款 所以它是短中期放款的这个时间不能太长 短中期是指一年 那从中期呢是一年到七年 所以它是七年以下的放款 第二个重点是自由资本 它自由资本有什么限制呢 它有规范 它短期是不可以支应长期的 那么中期仍然应该注意节制 什么意思 因为金融机构它的收受信用的这个放款呢 还有它这个时间呢 它的资产 流动资产减流动负债产生的现金流量 这个是短中期的 那长期的呢 拿来这个净值加上自由资本 再来减掉固定资产这块呢 要叫做长期 那因此呢我们短期的结余 不可以拿来支应长期的结余 长期的结余可以支应短中期 就这概念 那第三个重点是 对中期放款也有限制的 那么它的总额 中期放款的总额 不可以超过定期存款的总额 因为定期存款是它的资金来源 所以它定期存款吸收多少 它的中期放款就要做定存的总额的限额 不可以超过 那第四个重点是 对不动产 还有它股票质押的问题 它如果取得不动产 取得股票的限制是 在规定取得日 四年内不可以不处分 就是四年内要处分 要在四年内 要将取得的不动产 跟股票处分 它担心商业银行 把不动产跟股票拿来做它的一个长期资产的持有 对这个主管机关的规范 它认为是不允许的 所以商业银行有商业银行的特性 所以在对这个不动产跟股票呢 也有它年份的限制 谢谢 余教授有关这个受信业务的限制 讲得很清楚 这个第一项是受信期间 他讲了说这个限制 这个限制短期中期 当然我们也晓得 它的任务不一样 这个长期是属于专业银行 所以它这个商业只能够短期中期 就是这个原因 还有自由资本的这个限制 这个短的不支长的 就是短期一年的资金 不能支那个长的 长的不能支短 这是为什么 怕影响到流动性 比如说你这个人家存款的 是一年到期的 你把这个钱借给人家两年 那一年到期要来的 你钱你就没有钱 你钱都放出去 所以这个有这个限制 就是原因在这个地方 怕这个影响流动性资金的 运用上有发生问题 再来我们第三项讲说 这个中长期放股限制 不得一月定期的存款总额 这个就是限制这个 怕这个安全性发生问题 第一项是不动产 它这个还有股票 然后它的取得四年内要处分 这个以前是两年 最近我们银行法 银行法有修改了 就改四年 第二我们再谈谈 有关商业银行在处理 与这个购置不动产 有什么规范 这个我们分三个小部分来说明 第一个 商业银行在 应行使抵押权或职权而取得之不动产 应自取得之日期四年内处分 这是银行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 第二商业银行不得投注于其他业务企业 其非助用之不动产 不可以这样做 为为了配合政府 这个经济建设的话 就不再出现就可以了 你只要配合政府的政策都可以 第三商业银行对助用不动产之投资 就是这个除营业用仓库 仓库换东西的外不得超过其余投资 该不动产食物之禁止 他这个营业用仓库 只以存款总额的百分之五为限 这个也是有原因 你不能把大叔就弄出去弄仓库 也当然不行 所以他限制只有百分之五 这是很合理 其实我们谈谈不同专业银行 对其塑性对象 塑到银行符合的规定有哪些 我们请余教授帮我们说明一下 是 同学专业银行 想当然它就是中长期的 有专业的任务 我们来看分六个部分 来跟同学说明 第一个是工业银行 那么它的主要目的是要 供应 工 矿 交通 以及其他公用事业为对象 那原来我们的工业银行 有所谓的台湾工业银行 现在也还有存在着 第二个是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是包括农 林 鱼 木的生产 跟有关事业为对象 早期我们有农民银行 那现在农民银行已经跟合作金库合并 那么第三个是输出入银行 输出入银行是协助拓展进出口商 它的国内的工业所需的一些设备 原料所需要的业者为对象 输出入银行目前还存在着 那第四个是中小企业银行 以中小企业为对象 那目前各地区有所谓的中小企业银行 那台湾这边有台湾中小企业银行 原来是属省属行库 现在只属财政部 那第五个重点是不动产信用银行 不动产信用银行的目的是要 供应土地开发都市改良 社区发展 还有道路建设观光设施 那还有房屋建筑业为主要对象 目前的不动产的信用银行 主要是土地银行做代表 那第六个是国民银行 国民银行有点是地区性的银行 那它的主旨呢 是要供应地区发展 以及当地国民为对象 那以上六种特性 是在我们银行法里面规范 所谓的专业银行 好 谢谢 所以刚才余教授把这个有关 这个专业银行的 他们的这个受信对象 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休息一下 好 刚才这个余教授有谈到 这专业银行的一个受信对象 讲了很多 这里我补充一句就是说 这个供应银行 为什么供应供矿呢 它是与银行性质有关的来贷款 比如说你要建设高铁 铁路 这个铁路网等等 这是你的贷款 应该是往交通银行 比如说你买方式买土地 这个都叫土地银行 它就有专属的一个银行 当然你都不要这样银行也可以 但是这样比较合乎它的特性 这是我们应该了解 所以你们公交人去买房主 多数贷款 多数到土地银行比较多 也应在这里 买土地房屋 都属于它的专业的一个业务 其实我们再谈谈有关银行 对有利害关系者之无担保受信 有没有什么限制 它这里我们根据银行法 三十二条的一个规定 对有利害关系者 比如说是哪些呢 你看第一个 对其持有实说资本 总额百分之三以上之企业 都是属于这个利害关系者 第二呢 与本行负责人职员或主要的股东 这也是 第三或对于本行负责人 或办理受信之资源 有利害关系者 这是属于这个利害关系者的范围 银行不得为无担保受信 为消费者贷款 或对政府贷款不再出现 这些规定 其实我们谈谈 有关银行 在规范本身持有实说资本 总额百分比有何规定 我们请余教授帮我们说明一下 是银行持有实说资本总额百分之三以上的企业 我们称为是转投资的企业 转投资企业 如果该这个金融机构呢 该企业属于银行经过这个财政部核准 那么单独或合计投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国外企业呢 的一个金融机构呢就不在此限 那不在此限有两种 除了这个投资国外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国外金融机构以外呢 第二个是如果属国外金融机构的同业财款 在同业间的借贷 也不在此限 所以同学会发现利害关系人就是指跟银行等于是大股东 持股很高 或者是自己人 所以金融机构的资金来自于社会大众 如果对利害关系人不加以规范的话 就会变成钱都搬到利害关系人家去了 所以这样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所以利害关系人在金融机构呢 是有相当严格的规范的 谢谢余教授 有关这个银行规范本身持有输出资本总共百分比 刚才讲得很清楚 第一项有关这个输出资本总共是在百分之三的企业 第二项是属于这个企业属于银行然后财政部等等的 他投资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国外企业机构 则不在属性 其实我们再谈一谈 这个有关银行法如何定义负责人 也说负责人是怎么样叫负责人 这个我们从银行法十八条规定 他也讲得很清楚 这个银行负责人如属自然人 系指妇女以上之人员 包括总行各部市中心等 这个幕僚单位之主任或经理都是属于这个的 第二如法人的话 属于法人的话在公诉27条 一二三项规定以法人身份或推由其代表人当选为银行之董事或监察人 使银行法第三十二条到三十三条十二有这个说明为称为叫负责人 包括该法人其董事长法人该董事长以法执行职务之自然人 即代表该法人当选为董事监察人之代表 这些都是他讲的这个有关负责人的一个范围的内容 其实我们要谈谈有关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本行主要股东定义是什么 我们请余教授帮我们说明一下 是同学主要股东在银行法它有详细的规范 在银行法三十二条第三项 它主要股东是指什么呢 有两项第一个持有银行已发行股份总额百分之一以上的自然人跟法人这个股东 那如果是主要的股东是自然人就是个人的时候 他的配偶他本人以外他的配偶还有他的未成年子女 他们的持股要合并计算到这个自然人里面 所以他的持股呢是有严格规范的 所以在本行主要股东就是持股一%以上 然后本人配偶子女通通记录这个自然人的持股范围内 好 谢谢余教授有关这个本行主要股东定义 他分两项说明说得很详细 其实我们在谈谈有关这个 这个与本行负责人或办理塑信资资源 有利害关系的这个银行有什么规定 这个我们都晓得这个银行法33之一规定 对有利害关系则作出定义 所谓有利害关系则是指下面的情形之一 下面有多少呢 一共有五大项 我把它读一下 银行负责人或办理塑信资资源之配偶三等亲 以内之血亲或二亲等以内之姻亲 这个不容易被 但是这个法律是这样规定的 没有办法 第二是银行负责人 办理塑信资资源 以钱款有利害关系则 独之合伙 经营之事业 都是属于这个情形 第三项是银行负责人 或办理塑信资资源 或第一款有利害关系则 单独或这个合计 持有超过公司 以发行股份总数 或资本总额 达到10%以上之7月 第四项 银行负责人 办理塑信资资源 或第一款 有利害关系则为董事监察人 或经理人之7月 第五银行负责人 或这个办理塑信资源 或第一款有利害关系则为代表人 管理人之法人 或其他团体 这个团体 这个对于有利害关系则 银行不得为无担保塑信 若有担保塑信 实权的担保不可随便 其条件不得优于其他同类的塑信对象 刚才那边的几条规定 有这个无担保怎么样 有担保又怎么样 我都已经说明了 总而言之 他这个法律的规定 低等金 他这个是民法上的一个说明 我们当然要了解他 这样我们才不会这个违法 其次我们再谈谈 有关这个消费者贷款 又有什么规定 我们请于教授帮我们说明一下 是消费者贷款呢 就是针对一般消费者 是信用的贷款 不需要担保品 因为是信用的 所以额度就要规范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消费者贷款分为 一般的消费者贷款跟信用卡 信用卡的一个循环信用 那么对这个关系人而言 每一个消费者贷款 他有他的受信额度 受信信额 那规范是不可以超过100万元 那第二个重点是信用卡的部分 每一个消费者的信用卡循环额度 一般规范是20万元 当然如果是特别机优的好客户 那就很special的贵宾 那银行会斟酌 调高他的信用额度 在信用卡这一项 那如果是这个利害关系人 来办消费者贷款呢 也是受这个额度的规范 所以是非常严格的 好谢谢余教授 对消费者贷款的规定 他分三项说明 说得很清楚 大家同学都听到了 其实我们谈一谈 有关银行法 对于这个利害关系人之担保 受信有什么限制 这个我们要来了解一下 从银行法33条的规定 他这个银行对持有资本总额 如果百分之五以上的企业 或有利害关系人 所为之担保塑信 应有实质担保 实质担保 就是你借一百万要有 这个担保要有相当一百万以上的 这个叫实质担保 不能说八成什么都不行 其次呢 其条件不得优于 这个其他同类的塑信对象 如塑信达中央主管机关 规定金额以上 并应经过三分之二的 董事出席 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之同意 要这个叫做规定 你三分之二三分之七都不行了 这个是个法律的明文规定 这个我们休息一下 好 我们再谈谈有关这个 银行法对于塑信 这个最长期限有何限制 我们请余教授说明一下 是 各位同学 在塑信期限的限制呢 银行法也是有严格的规范的 银行法第38条 他说银行对于购买或者建造住宅 或者企业用的建筑 可以办理中长期的放款 那到底要多长 那规定是最长不得超过30年 这个是指购买建造住宅跟企业用的建筑 但是很多人是第一次买房子怎么办 这边又规范 对于这个无自用住宅者 也就是从来都没有房子的 购买自用住宅的放款 就不在此限了 那在国外甚至可以贷款到40年 35年 那台湾目前贷到30年 已经非常长了 但是在我们的银行法里面规范 如果你是购买无自用住宅 第一次购买自用住宅 可以带到不超过30年 但是事实上还是要看 您退休的年份是不是超过65岁 就是以你买房子的时候 跟期限来相加有没有大于65 那当然这个也要看银行的横拙 个人信用 还有你的担保品 还有其他状况 那么此外呢 银行法39条40条 还有14条 也有不同的规范 同学可以翻阅银行法 相关的法规来参读 好 谢谢 余教授有关这个 最长的贷款的期限 讲得很清楚 好像我们最长不能超过30年 这个我刚才想了一下 以台北这个房子 随便一间都要两三千万 我看一个公交人 一辈子也带不了 也买不了 不要说30年 我听说日本有三代贷款 三代 这个主付贷款 然后儿子来付 然后孙子来付 有三代贷款 这个当然 有没有实现是不晓得 我听这样说的 那也是因为没有办法 因为日本东京的房子更贵 听说有一瓶两亿日币的 一瓶六储正方 一瓶两亿的 所以现在变成说 这个贷款的问题 也是一个很 很这个头痛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将来这个台北 这个这么贵的房子 你说三四年 谁买得起 还是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是我们补充的 这个说一下 其实我们讲一讲 我们商业银行放款 是特别限制 这个我们从银行法 七十二条的规定 这个商业银行办理 中期放款之总余额 不得经 不超过其所所说 定期存款总余额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它目的是要使 商业银行之短期 其中期资产能与其负债 相对应 以保持商业银行 这个流动性 这个流动性很重要 其实银行法七十条规定 商业银行是以 共短期中期信用为主 的一个任务 所以这个 因为这个 每一个银行的性质不一样 所以只是这样的一个说明 这个总而言之 我们这个贷款 这是跟这个银行心理有关系的 在民国八十九年十月银行法 再度修正 增定七十二条之一 这个商业银行发行 这个金融债件 以住院长期 租金之需要外 并同时增加七十二条 之二的一个商业银行 这个得办理住宅建筑 及这个企业建筑 放款 它这个不得超过放款时 所说的总余额 及金融债件 发售之百分之三十 这个第二项 它这个限述都是 跟银行资金流动性 等等都有关系 第三项我说明是 银行法七十六条规定 商业银行因行使抵押权 或支押权而取得 这不动产的或股票 除以七十四条 金中央支援管机关 贺准或符合七十五条 锁定使用不动产之条件外 因自取得日日 四年之内来处分掉 处分 大概都想 就是把这不动产卖掉 就是处分 其次我们谈谈专业银行 换款之特别限制有哪些 请余教授帮我们说明一下 各位同学 这个部分我们要用四个方面 来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第一个我们说是 换款期限的限制 第二个是对象 第三个是用途 第四个是换款总额 有没有限制 我们来看 第一个换款期限的限制 在这个除了农业银行 没有明白规定以外 那么国民银行 它是以攻击短中期信用 为主要任务 以外 其他的四类的专业银行 皆以攻击中长期的 专业银行为主要任务 那么第二个是受信的 放款的一个对象的一个限制 对象有什么限制 第一个看一下 工业银行是以工矿交通 跟其他公共事业为对象 这是91条的规范 那农业银行是农林榆木的生产 以及有关事业为对象 这是92条的规范 那么中小企业银行 是以中小企业为对象 这是96条的规范 那国民银行是以当地国民为对象 这是98条的规范 至于输出入银行 跟不动产信用银行的放款对象 它就没有明白的规范 所以任何有需求的都可以去申请 所以那最后 我们来看第三个重点是放款用途 放款用途在输出入银行 当然是要以协助拓展外销 以及输入国内工业 所必须的一些设备原料为主 这94条的规范 那么并专案报警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以后 来提供业者向国外投资 来进行这个生产国内 所需要重要的原料 所需要的放款 这是我们95条的规范 那么在96条 它规范中小企业银行的放款 是协助中小企业改善它的生产设备 以及财务结构 而且要健全它的经营管理为目的 这是96条规范 至于不动产信用的银行 它的放款 则以攻击土地开发 还有都市改良 还有社会发展 道路建设 观光设施 还有房屋建筑为目的 这是97条的规范 至于国民银行的一个放款 则以协助地区发展为目的 这是98条的规范 那再谈到工业银行 跟农业银行的放款 它的用途就没有具体的限制了 那么但是呢 这两种专业银行的任务来看呢 它的放款用途 是以合余工业信用 跟农业信用为限的 那最后一项是指 放款总额的限制 放款总额在工业银行 对生产事业当 事业中呢 那是以这个中还有长期的 这个受信总预额 不得少于 它的受信总额的60% 所以中长期是占 整个受信预额 要不得少于60% 那么在国民银行呢 它规定每一个客户的 放款总额 不可以超过中央主管机关 所规定的限额标准 这是在银行法99条的规范 以上是这四大项 谢谢余教授 有关这个银行放款的特别限制 讲得很清楚 这个一共有分四项 一个是期限的限制 一个是对象的限制 一个是用途的限制 一个是总的限制 这四个项 这个不外是根据 它跟它的银行的性质 有密切关系的 比如说期限 我们都晓得 这个都是专业银行 它期限当然是中长期的 这不用说 再来你的对象 刚才讲过 公安银行当然以公为主 交通也以交通为主 这个顾名示意就是这样子 当然这个用途当然也是一样 你银行 你贷款是外销的 那输出银行 当然是以外销 进入口为主 总而言之 它都有跟它银行的 性质密切的关系 所以刚才我们 这个余教授 讲得非常的清楚 其实我们在谈谈 现在有关银行风险管理的 一个重点在哪里 我们这个风险管理重点 一个有流动性 包括流动性的一个说明 这个各国当局 有建立银行资产的流动性 关系着这个存款者的利率 以金融的安定 对银行现金流动资产都加以管理 所以我们在银行法 四三条有规定 未出使银行对其资产保持 适当的一个流动性 所以中央银行 洽行中央主管机关后 得随时得救流动性的资产 负债比例 做最低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规定 未达到那标准的话 中央主管机关可以通知 限期的调整 第二项就是自由资本比例的规定 依照银行法式施行规定 这个不得低于8% 以上就是有关这个管理重点的重点 今天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